升级卵静 回到指数方面 已经是来到一个结算的州 恒生指数仍然是波幅1000点左右 都未到的 其实股份方面 大家可以关注最近的事件投资法 包括最近在国内有的大型车战 看到121比亚迪 其实那个新系列的高端车的品牌 仰望系列定位超过100万 但订单仍有1.3万 可想而知它在一个高端的位置 也有占一席位 如果朋友看好比亚迪超短线 再把棍的话 可以考虑 扣入这个8%外的好仓 每一跌幅超过4% 就要做一个止损动作 另外今个星期方面 也有中海油、中石油等等巨企公布业绩 比亚迪也是星期四公布业绩 那个毛利会不会是Tesla 有一个暴跌的状态 虽然它达到这个规模生产的状态 但如果这个价钱方面不停地减下去的话 相信恶性竞争对于一个毛利率 或者长远发展 都可能会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所以今个星期的比亚迪业绩 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 在星期一大事跌穿2万点关注的时间 车股的板块相对比较强势 而升风里面就是龙头比亚迪121日升得最多 在升3.6%收市 曾经上过230元这个心理关注 如果看车股比较强的话 龙头股相对比较受惠 跟进炮姐看好的部署的话 可以留意我们升展一只比亚迪的Colin 29291的比亚迪Colin7月底才到期 所以都适合一个中短线的部署 行驶价是275元 实际杠杆比较8.3倍 假设用炮姐这个228元的参考价的话 对应29291的Colin价钱大概是6,500元 如果向上跟进炮姐大概247元这个向上的参考价的话 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值选途 以及假设引申波幅不变的话 247元的政府股价 对应的轮价可以大概去到1号1,500元 潜在的升幅相应有超过七成